Hello, 你好 我们在以达Trader使用钢笔工具、铅笔工具、笔刷工具制作线条 有时候为了美观或变化 会把已经画好的线条合并起来 这段影片我将为你介绍两种方法 快速的合并线条 请看接下来的操作步骤 首先,请你点选影片下方的说明去下载这个范例档案 这是由Adobe公开提供下载 然后我们点选到放大镜工具靠近来看 在这个雨伞的线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些线条都超出了 我们在这里面到视窗下选到图层 在图层里面它分成三个图层 我现在把下面的配景都给点选掉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面 选到铅笔工具里面的选项叫做合并工具 合并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把多余的线段 交叉的线段给合并起来 只要按着滑鼠不放开始拖拉 这两段多余的线段就会合并 这时候我按着空白键可以移动 我看看左下角这个地方我也拖拉一下 它就又合并了 再按着空白键变成掌型工具 拖拉页面 如果我希望这个散的这个部分变成一个封闭型 我也可以把这两个分离的线段再拖拉一下 它就可以连接起来 这时候我用黑色的选取工具点选到这个扇形 到上方选到一个新的颜色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变成一个新的封闭型了 第二个 我们来看看用指令的方法来合并线段 在伊拉靴的活用技巧第一集里面 我曾经介绍了这一个黑白键层的一个插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其实它底色是一个浅浅的灰 如果我要上上面的花瓣 压住下面的花瓣 呈现出一个层次感的话 我可以怎么做呢 在这边我们先连选到下面的图片 我让各位看到 当背景层变成一个橘黄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们彼此的关系 在上面这个图片的花瓣 它其实多了一个白色的底层 遮住了下面的花瓣 所以我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做法呢 就是直接在原始制作这个渐变的时候 我们用原始的这个线条 把它连接起来 请点选到白色的直接选取工具 我们对准这个两个线条 开始拖拉把它选取起来 到物件下 选到路径 选到合并 这时候它就把这两个节点给合并起来 再来 右下角这个地方 我们也再拖拉一次 把结束点的两个节点选取起来 再做一次 到物件下 选到路径 选到合并 你可以注意到它有个快速键 是Command 或者是Ctrl J 合并完之后 我们再用黑色的箭头 点选它 这时候我可以到这里面来 去改变它的颜色 好比说我可以点选一个新的灰色 按确定 完毕之后 再把上边这个图片 压到这下面来 对准 然后改变它上下的关系 到物件下 选择排列顺序 选到一致最前 这样就完成了 欢迎你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只要有新影片上架 你就会收到通知 不会错过任何一支新影片 词曲 按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